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有一朝一日可以自定一套属于我们出家众 宗教师应该要遵守的配合我们戒律的一个法令 我们不是不想去遵守这些法令 我们不是不想去做一个跟一般的人去遵守这些应该要遵守的部分 只是说有些部分我们有我们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存在 我们的身份也比较特殊 如果因要我们去遵守一般的法律 确实会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困扰 还有这一点 不可以续养加奴 以往在古代有这些什么下人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有的 这点诸位法师一定要知道 那可以种植吗 不可以 不可以挖土 绝地 可是这个跟我们好像现在的 有一些那个丛林的生活习惯都怎样 都不大一样 有的还种菜种水果 拿去市场去卖 有没有 以及积蓄财宝 这些都不行 然后还不可以什么 砍伐草木和开垢土地 因为这个草木呢 它是鬼神呢 依附的地方 那一旦呢 它生活依止的地方呢 被破坏的时候会不会起承恨性 会啊 所以没有事情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砍伐草木啦 可是有一点呢 那我问诸位法师啊 那像我们常住呢 这么优美的环境对不对 要不要整理啊 要啊 常住有没有草皮啊 有没有树木啊 有 好那你 来我问一下 我常住的当家师 要怎么处理比较如法 还是要修剪啊 还是要修剪啊 还是要整理啊 那你觉得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要怎么样处理 会比较如法 你可能要先表白 在三天前甚至更提早的时间 要先跟佛菩萨表白 我要修剪哪些树 在什么地方 那因为请诸佛菩萨慈悲 去告知这些无形的众生 我可能是因为要修剪了 那在我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只是因为要整理环境 我不是要去破坏它 那请你们慈悲不要见谅 所以那个告知重不重要 这个跟我们修行也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是说 我心里面想什么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的同侪跟所有人告知 这个动作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尊重 这种尊重会让我们的事情 更怎么样 更圆满顺利 那很多人在处理事情上面 就缺少这一样 他认为只要我心里面想什么 这样就好了 都不做告知的动作 所以这一点 希望诸位法师要很清楚 知道什么方式去处理 否则也有很多的公案 是跟这个砍树木 去开坑土地 有很多的公案 也是明白告诉我们 是什么样 因为没有好好处理 这些鬼神 会有起这个称恨性 然后对这个修行者 会产生一种障道障碍的一个情况产生 所以诸位法师 你如果真的是要整理环境的话 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妥善的处理 还有不可以透过配药跟看病来谋生 出家中可以去当医生看病吗 好 医疹 好 医疹 就是最主要的他的精神 包括不可以看算命 不可以观察天文地理 不可以看风水等等 因为这些都是很多人拿来当什么 谋生的工具 把它当成什么样 再赚钱 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究竟的佛法 对不对 我们要让众生了解 究竟的佛法是什么 所以当你在帮人家医病 或者甚至是说 去做一些比较方便法门的时候 你要去告知这些居士 我只是当下去帮你解决 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可是真正的修行是什么 你要提醒他 否则很多人 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 常常会怎样 本末导致 他会把佛教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会不会 这个师父好会 风水地理 他讲什么东西好准 就会变成流于这种算命风水 无关于心性修行的这个层次上面 所以诸位法师你们应该要知道 这些都是很方便很方便法门 那基本上佛陀是主张不要把这些方式当作什么 谋生的工具 接下来呢还有一点 最严重的部分 感经产 感经产 有没有 现在很多法师呢 都到殡仪馆 有那什么 有那什么 什么 现在很多那什么 什么生前契约啦 我看到更怪的现象是 生前契约 然后因为他的 跟你说的价格也比较什么 低 然后呢 从头到尾 一律包办 对不对 连出家的法师呢 都包办了 然后他 送经的时候就请一个出家法师 然后从头就一个人哦 从头这样子都没有换气 然后就从头一步迷走 我已经从头送到尾 我说 哇真的好厉害啊 可是你看法师呢 沦为变成人家雇用的什么 工具啊 虽然这个金灿佛士呢 它是一个度众的一个方便法门 可是你不要把方便法门 变成怎么样 好像是一种修行的什么 法门一样在执行 所以这一点呢 虽然佛陀没有讲 可是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后 诵经的时候呢 诵什么经 做什么样的功德 有没有标价 你把佛法当商品 标贴标签标价 这样算不算买卖啊 卖卖佛法 所以基本上啦 我们这一点呢 也是谈到是说 当你呢 在度这些众生的时候 还是要用心 不管有很多法师就说 我没有收钱啊 我是结缘的 有没有 有 那结缘就不用用心吗 要啊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度众生是因为佛法 那接下来就是 在做诸位法师你们的什么 功德 我们可以度一个人 除了佛法的力量之外 讲经说法 或是诵经诸法的人 你们的功德力重不重要 重要啊 很多人都以为是说 我就出个声音呢 把佛陀什么阿弥陀经 比如说阿弥陀经 把这个经呢 念一念 你觉得这样就OK了吗 不是啊 最主要是你的 平常的什么 修持的功德力 所以如果你要去度众生 你自己的修为 也相对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应当节制身体的欲望 过五不时 这一点呢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到 尽量尽量 可是这个过五不时呢 不是我刻意的 是我要 所有的过五不时呢 要不要调整 要 你要头先呢 从慢慢减少食量 让我的肠胃 我的身体可以怎么样 可以适应 我不要一下子 一下子可能一天可以 两天可以 可是肠子肩 可能很难 那尤其呢 我知道所有的法师 如果你们是住在寺院里面的 可能都有工作要服劳益 对不对 要服这个大众 为大众做事情 那你如果不吃饭可以吗 不行 没体力做事情 对不对 所以如果真的 你是为了大众要服务大众的话 那他下面也有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 就是要心怀 忏悔 惭愧 是因为我要去服务大众 我不是为了贪吃贪食 这样的心态 你一定要去守住这个戒律的精神 然后呢 依赖清净的起食和供养而生活 这个起食我们现在就怎样 没有办法做到 尤其呢 现在的社会一般认为怎样 为什么到最后呢 佛法折到中国的时候 不再做起食的动作 因为一般中国人都认为 如果你去站在那边 然后去跟人家乞讨 人家丢钱 好像是跟什么 跟乞丐 乞丐跟乞士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一个起字 可是那个层级 是不一样的 那也因为这个中国人固有的一种 民族性的一个观念存在 所以最后呢 在古代的这些帝王 或王公贵族 他们觉得要尊重三宝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三宝出去脱波 让人家认为你的身份是很低贱的 根本生不起这个欢喜心跟恭敬心 你觉得这样好吗 不好 所以最后呢 就大家聚在一起 修行呢 开始怎么样 开始从事这个开火 催事的动作 开始煮东西 因为大家要吃饭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个那个 生铁的生团的制度呢 从印度传到中国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 起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好 出家中呢 可以参与世间的国事吗 虽然不能参与世间 就是说不能去从政 了解吗 出家中的身份不宜呢 去怎么样 去从政 因为政治上面的复杂 关系太多 对不对 那出家中的应不应该关心 不能去干预国事参与国事 那要不要关心啊 要啊 因为大家都有你自己的信众 那你跟信众呢 你要不要去关心你的信众 当然要啊 所以这个时代的脉动 你一定要清楚啊 我常常说哦 都常常会寄很多的公文给你们 你们多多少少一定要看 否则它上面还写了很多规定 你犯了之后你要不要受罚 要啊 所以尤其我鼓励年轻人 多了解一下现在当今的社会的一些实事、法令 对常住一定会有帮助 或者充当敌对双方的什么使者 就是当大使 有没有 古代的两国在战争的时候 我当一个什么和室 去周旋、斡旋在两国之间 这个可以做吗 不行 更不可以练习鬼神咒术跟什么 在那边练丹 然后学习那些咒术 这些都是不行 这一点也要注意 这个可能都是很容易犯的 不可以结交攀附全贵富人 很多呢很喜欢跟怎么样 政治人物啦 然后一些有钱人呢 在那边攀缘 他为的是什么样 很多东西 只要你是跟修行谈不上的 这些攀缘都不可以 乃至呢 贤贫爱富 我相信诸位法师呢 这一点应该比较没有 你们会不会贤贫爱富啊 对那个有钱的功德主嘛 就怎样 恭敬无比 那对一般的这些 比较 人家说没钱没事的人呢 我的信徒呢就怎样 就另外一副对待的态度 你们会不会这样 不会喔 非常会喔 好 那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端正自己的心念 一心一意呢 想往什么 解脱 然后下面这一点呢 也是他其实呢 每一点都很重要 不可以呢 故意隐藏自己的缺点 你们会不会这样 我自己做错事 希望大家怎样 都不要知道 这是富长 这是我们说的富长 然后故意显露一些什么 灵异 某一个人呢 有什么 很厉害喔 他会知道什么事情 然后有一些什么 神通变化 现在社会上是不是很流行这一套 可是呢 世尊是严格禁止的 因为你这样子呢 即使你有的话 你也不能这样 轻易显露 因为你会让众师迷失 他变成崇拜你这个人 把你当成什么 偶像 那事实上他对佛法呢 他就不去修行了 他就认为说 什么事情都叫得 这个很厉害的法师 你帮我处理一下 就不自己努力去修行了 而且呢 你自己很厉害 你为的是什么样 你为什么要彰显你自己很厉害 通常呢 会说自己很厉害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名跟利嘛 第一点希望得到大众的认可跟赞同 第二点就怎么样 希望你供养 所以这点啦 故意显露一些灵异 来迷惑吸引大众 这一点也不可做 那我们常常呢 我们接受的供养 不外乎以下四种 就是怎么样 饮食 衣服 卧具呢 跟什么样 汤药 一般都是这几种供养 要适可而止 知量知足呢 随缘随分接受供养 不应当特意什么样 积蓄 有多的东西要怎样 要布施出去 那以上呢 诸位法师你们随身的物品多不多啊 通常喔 有时候我们在呢 帮那个已经过往的一些法师呢 整理他的那些房间的时候才知道说 哇 东西呢 好多喔 那有时候你们要搬家的时候 你就会察觉到是什么样 我呢 想要比需要还要怎样 还要多 我平常生活需要不多啊 可是呢 为什么我想要的这么多 房间里面有没有太多的东西堆在里面 有好 那从今天开始呢 就把这些东西清一清喔 可以布施给别人用的 尽量怎样 布施出去 否则啦 一般呢 如果你等到你的往生之后 你的东西要再拿去给别人用的时候 现在一般人的习惯是以前有啦 以前很多人 他往生之后他的衣服还有人要穿喔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 你只要呢 你是过往的 那你用过的东西都没有人要 好 所以我宁可呢 在世的时候我就把多余的东西要怎样 要捨出去 要不失去 跟人家结缘让大家用 这样比较有功德啊 对不对 你不要一直囤积 然后整间房间就像仓库一样 以上呢 那是简略离说辞戒的什么 基本要求 那戒律呢 是走向真正解脱的什么 根本 所以叫波罗提目差 依赖于辞戒的缘故呢 才能够申请什么 禅定 那有禅定之后呢 才有什么 智慧 所以这个是步骤 好因此呢 诸位比丘应当持守清净戒律 不要让他毁坏和缺少 倘若呢 有人能够守戒清净 就可以呢 具备各种善行跟什么 善法 倘若呢 没有清净的戒律 一切善妙功德都无法产生 所以应当知道戒律是最了不起的 安乐和功德常住的地方 所以你看 师尊第一点呢 就一直在提醒你 所有的弟子要怎么样 要守戒 那我也可以跟法师 我常常在开诗当中 我都可以跟出家法师 你们仔细去想一想 我们到底跟在家居士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一个出家之后呢 他的殊胜的地方 到底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以拿修行来讲 在家居士可不可以念佛 可以 可不可以拜佛 可以 可不可以打坐 可以 可不可以演习经典 可以 他跟我们最大的不一样 跟出家中最大的不一样 是什么地方 就是戒律 就是持戒 这个是我们赢过在家居士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舍弃掉 没有 我们没有把握到重点 这一点啦 持守戒律啦 是我们跟在家居士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即使他们想做 也没有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做得像我们 这么仔细 这么缜密 因为他们可能只有受到 菩萨戒跟什么 受到受五戒跟 在家菩萨戒而已 可是我们的出家法师 你们是收参谈大戒 所以为什么世尊呢 他把这个持戒看得这么重要 因为他除了是 我们可以了脱生死的方法之外 他还是我们跟在家居士 一个很大的分水力 所以如果出家的法师 你们不持守戒律呢 我们可能会比在家居士更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 接受十方信师的供养 那你看受他们的供养吗 他们供养你 就是希望你要怎样 就是希望你要好好的修行 好 第二点呢 接下来我们在课本上面 这一顿讲的是什么样 标题 置心 心重不重要 重要 没有心呢 没有办法成事 包括修行都是在修这颗心 那修行呢 要怎么修 这边提到的 各位比丘 在词戒的基础上 你要守规矩 那你守了规矩之后呢 接下来要怎么样 你要 应当要管好自己的什么 眼耳鼻舌身 五根 那它相对对外面的是什么样 色身相畏触等什么 五欲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五根 五欲 几乎时时刻刻都怎么样 跟在我们身上 我们身边 对不对 诸位法师你们眼睛喜欢 喜不喜欢看好的东西 耳朵 喜欢听好的声音 舌头咧 好 这几天呢 在长寿这边吃的好不好 当然好 只要吃一点点不好呢 我相信就怎样 会不会抗议呀 所以你看现在呢 要办这种活动呢 非常非常不简单 要怎么样 吃得好 住得好 好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曾经有的那个在家居士就是这样子啊 他到那个山上来修行就是说 法师啊 法师啊 你们山上那个床呢 怎么那么硬啊 你们是睡什么床啊 诸位法师 硬的齁 木板床嘛 那在你们自己的常住咧 OK很好 好 可是现在一般在家居士很享受啊 对不对 都睡什么 都睡弹弯船 所以他一旦呢 来寺院里面就说 好苦啊 怎样苦 隔天早上睡起来都怎样 腰痠背痛 所以他都常常把我们常住的什么 那个棉被哦 拿来当什么 拿来当垫背 好 所以现在人的生活跟以往的生活这样 大大的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这个感官上面啊 这个掩耳鼻舌声音呢 真的要怎么样 好好的去看管他 以下呢 佛陀呢用了好几个批语呢 来告诫呢 弟子呢 要好的去守住呢 这个五根啊 用什么批语 就好像放牛的人呢 拿鞭子看着他 不让牛呢 自有什么 放纵 去破坏人家的庄稼 还有另外一个批语就怎么样 如果你不好看你的五根的话 他就像脱了 江笋的什么 野马一样 会把人驮着就怎么样 就拉着泥跑 然后呢 掉到什么 深坑当中 又比如呢 被强盗抢劫了 抢劫什么样 抢劫你的功德彩 所以 怎么样呢 去看管你的五根 对外面的六五成的时候 不会其实怎么样 种种的贪念 情绪的反应 好 这点是修行 上面呢 很重要的东西 包括呢 各位 每天在念的心经 是不是讲的就是这一段 无言耳 无设身 无设身 讲的就是你要 好好的把你的这些 六根六成呢 要怎么样 要看好 这才是入道的一个法门 对不对 刚才以戒律为基础 那接下来实修的部分要怎么修 就是这样啊 你不管在做事情 要不要把把这些东西看好 都要啊 不要把你的心往外放了 这边 这所谓的五根 什么是他的主人 心 也就是我们刚才念的意 意念呢 是这五根的主人 所以怎么样呢 去置心 去把你的心看好 这是佛陀呢 一直在告诫我们的 好那接下来呢 跳再跳过去 第四个重点呢 结识 吃东西的时候 我这边重点 红色字 要怀抱什么样的心态 吃要治病 好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要什么 食存 五关 然后我要来考一下法师 每天都在吃饭 至少吃两餐 至少啦 至少要吃两餐 那食存五关 哪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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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 你吃饭如果真的会吃呢 也是一种什么 休息 那吃饭要怎么吃 第一点 要像吃 要像什么 士兵一样 身体呢 需要怎么样 补充能量 才能消除什么 饥饿跟口渴 人没有吃呢 是没有办法怎么样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 那没有办法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没有办法做事 有没有办法休息 有没有办法成就 没有 所以吃东西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呢 当做药一样 它只是为了怎么样 让我们有体力 治疗我们饥饿的什么 这种病 饥饿其实是一种病 各位法师认不认为饥饿是一种病 饿的时候呢 肚子咕咕叫的时候 会不会很难过 会呀 好 可是呢 你就是 在吃东西的时候 要怀着惭愧心 我吃这些东西呢 是受十方信众所供养的 那我看不看受这些供养 好 那有没有去 怀抱一个感恩的心 好 这些 信众呢是怎么样 是很努力呢 去打拼 把他们存完的钱呢 去供养所有的法师 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可不可以跳山俭世啊 好 那 把东西呢 把身体养好 有体力的时候 目的是在什么地方 在有精进 有精力 有身体要有体力呢 才能怎么样 断烦恼 才能修行 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呢 我也是希望说 所有法师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不应当呢 过多所求 以免伤害别人的什么 善心 就好比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够恰当地 衡量牛的体力多少 不让他过多劳动呢 以免筋疲力竭 所以很多人呢 有没有拼命的鼓吹 在家居士 护法大德呢 要怎么样 要供养 要剁布施 可是在这个当中 你有没有去衡量 这个在家居士的能力 有没有 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 这段话就是说 你在 接受供养的时候 要怎么样 也要考虑到信徒的能力 你不要让他筋疲力竞 就say goodbye 就不知道怎么样去 那个 护持你 各位比丘 你们在白天呢 应当怎么样 勤修各种善法 那他最主要 这一段经文就是怎么样 在佛陀的规定里面呢 晚上 休息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中夜 那中夜是几点到几点 只能十点到两点 那各位呢 各位平常休息几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应该都够了嘛 好 有没有人呢 真的是晚上 这个中夜的时间 才休息的 晚上十点到两点 有 法师很好 继续加油 好 那其余的时间都应该要怎么样 上半夜和下半夜 也要怎么样 要不能方会 要静静用功 好 午夜前后呢 送洗什么 经文 以便消除困倦 熄灭妄想 所以你们 当你们很想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对峙的办法 你念我 念我念一念就怎么样 就睡着了 对 我这次就是说要 要去提供大家 就是说你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 你不要硬撑 好 你要站起来 怎么样 活动活动 不然就是去外面呢 洗个脸 好 那这边呢 他其实四尊也叫我们一个方法 怎么样 念诵经文 大声 好 大声 念这些经文 寄送 这样子也可以消除我们怎么样 睡意 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睡的时候 我还是鼓励大家怎么样 稍微去呢 拜佛 拜佛 你们有没有看过拜佛拜到睡着的 有 所以我基本上 我鼓励大家就是说 你真的很想睡的时候 你真的去睡一下 可是不要贪多 15分钟就好了 那时候呢 你真的很想睡的时候 15分钟 他其实呢 你的体力就怎么样 补充回来了 那你不要呢 硬撑着 有的人呢 他很喜欢做一个动作 就是 我坐着在打坐的时候 就 用打坐的时间在怎么样 在睡觉 那你以后呢 会发生一个情况 就等到你 每次在打坐的时候 你就会习惯性 会昏沉 你了解我跟大家说的用意吗 所以我宁愿你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 不要硬撑着 去 休息个15分钟 或半个小时 我再起来 那时候我的体力 精神状况都很好的时候 我再起来怎么样 修行 这个叫做有效率的修行方式 凡事做事情 修行要不要有效率 要 不是呢 我坐在那边 就在叫做修行 很多人都误解说 我就是要充分把握每一分每一分 可是呢 修行它也是一种什么 修习 修行也是一种修行 大家认不认同 要懂得修习的人才会有好的修行 你才会有体力才会有精神 所以这个东西都要调整过的 所以有很多消除睡衣的方法 那这边最 跟大家讲到就是要精进 要精进持戒 这些东西我觉得每一点 其实都跟我们修行是息息相关 那你叫我把它跳过去 我会觉得又不OK 因为世尊最后教导的东西 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好 然后呢 一个出家中的话 要知道什么 惭愧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惭愧 那惭愧呢 也就是跟我们每天都要行的一个法门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每天都要怎么样 要忏悔 很多人呢 他都不知道是说 这个忏悔的好用地方在什么地方 那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 忏悔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做过 我在我错误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那我不再去照做 这个是忏悔的一半的意思而已 那前半段呢 这是悔过 悔过就是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我不再怎么样 重蹈覆车 所以我相信诸位法师你们都是聪明人 聪明的人 错误可以错误几次 你认为聪明的人可以错误几次 顶多三次 顶多三次 第一次是 我不了解 第二次呢 是因为我的习气烦恼障碍 那第三次呢 如果你犯了三次以上就怎样 你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因为你 不知道要去节制自己 那种任由自己的习气烦恼 一直去犯过 对不对 那我相信呢 在做诸位法师你们都是聪明的人 绝对不会犯了什么 犯了第三次的错误 那你相对的就是要有这种忏悔的功夫 悔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之前呢 做错事情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不会再让我个人呢 重蹈覆辙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大家有没有去把握到 之前呢 世尊自定这些规矩规律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犯错 要忏悔 有没有对象 有没有对象 有 有对象 如果我们是做错事情 对不起他人的时候 你拉得下你的面子 尊严 去跟对方说对不起吗 哈 在笑了 好像很难喔 哈 一般人啊 如果你真的对不起他 你真的觉得我是没有道理的 我反省过之后 你愿不愿意心愿臣服 真的很诚意去跟对方说声对不起 可以喔 这个就是真正忏悔的用意存在 就是说如果说我对 对方做了对不起的事情 对方会不会很生气 有的人会很生气很在意 那我向他提出这个对不起 除了我自己内心 觉得我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安心 因为我跟你已经怎么样 道过歉了 说过歉意的之外 就是要让对方也怎么样 也能把那个 我对不起他的那个心 所起的一些烦恼 会不会放下 会 所以诸位法师 这个说对不起很重要 尤其冤心在主啊 我们人都有惹事的冤心在主 都有做错过事情对不起的人 那你怎么样让他们 对方可以放下那个 愤怒的心 称恨的心 不满的心 这一点也是你在帮助众生修行 是不是 通常我们会觉得是 对方怎么这么讨厌我 那个就是你过去可能 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你愿不愿意跟他说声 抱歉 真的打从心里面觉得我 障碍到你 我让你起烦恼 我真的很抱歉 这一点也是修行上面很重要的 所以每天要行什么 行这个忏悔法门 除了反省之外 还要把我们所做过错的事情 对不起的人呢 都一并怎么样 一并做圆满的一个什么 处理 这样子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敌人了 所有的人都会 非常非常喜欢跟你相处 跟你相处起来就很快了 那通常呢 很多人一旦有了地位 休息比较久的时候就怎么样 拉不下这个脸来 那尤其是我跟你吵了 争执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要跟你道歉呢 这个需不需要勇气啊 要跟对方承认我是错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师父呢 要不要跟徒弟呢 认错啊 在上位的人要不要跟下位的人认错 我觉得这个不是身份地位的一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职位上面的问题 而是一个做人根本上面的问题 只要有错误 哪怕你今天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人 你都要有这个勇气是怎样 去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然后呢 要跟对方呢 道歉 法师在笑很难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呢 一定要做到 那最后呢 最后最后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最后呢 谈到的都是一些重点 那最后呢 我们 这个尊者呢 阿拉律 尊者呢 在最后呢 问了师尊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问了苦极灭道 这个世圣地 他最后 在宜教记的最后呢 又回到呢 这个重点 世圣地 所以 诸位如果你们修行 要得力的话 要好得去怎么样 去把这个世圣地 好好的研究 尤其 你要充分去了解 世界上面 是不是真的这么苦 不认为 他苦的地方 是苦在什么地方 苦的地方 不一定是 外在这个 外在这个有形的世界 而是你内在的这种 自我的烦恼 是不是也是一种痛苦 是 所以 世尊曾经有说过 三苦 八苦 这些东西呢 除了外在的 给我们的环境的 一个压迫感之外 还有我们内心 比如说五欲 赐胜苦 求不得苦 怨证慧爱别离 这些是不是都是苦啊 是 那你怎么样去正观这些事情 然后 从佛法当中呢 寻找生命的另外一条 什么 出入 让我自己改变 我的烦恼 我的痛苦 变成 转化成什么 快乐的人生 这不是只有出家中要做的 再加剧事也要 所以 最后呢 阿拉律尊者呢 替所有的大众呢 问世尊 就是世苦即灭到 重复的 再把这个修行的重点再点出来 好 那最后这边 我把 世尊呢 在仪教经里面 他的重点 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个要怎么样 持戒 第二个 至心 第三个 结识 第四点要什么 戒称慧 第五个 戒交迈 出家中不能有傲慢的心态 我是人天师表呢 有的你会不会这样子 我是出家中 你是在家中呢 我好像就怎样 我的身份地位就比较不同 你理所当然一定要尊重我 尊重我 理所当然 你绝对不能有这样的心态 你是一个出家中 你应该要把它做好 是因为你的得恨 人家才尊重你呢 是不是 然后呢 戒什么 戒残曲 残曲就是什么呀 逢淫惨媚 心里面想的不是这样子 然后嘴巴呢 甜得要命 有没有 法师你好庄严喔 好有智慧喔 可是心里面呢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想 这叫什么心口不依 所以修行要怎么样 要执心啊 心想什么 至少嘴巴讲出来的东西 要跟心口要一致 当然我是希望是说 大家多鼓励 多赞叹 可是这些鼓励跟赞叹 是真的发自于内心深处的鼓励跟赞叹 不是我们说的做一些表面功夫拍马屁 现在你说什么拍马屁奉于阿诚 这些东西都不好 然后少欲知足 对东西的欲望呢越少越好 然后远离 要远离什么 出家众呢 要忍受得了孤独 要一个人安静静心 而不是呢跟所有的团体大众呢 在那边善心杂话 有没有 所以出家众呢 你要远离窥闹 要一个人呢 静静的去做修行的工作 这个远离就是要远离窥闹 因为我没有讲到 然后精进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精进用功 然后不忘念 什么叫不忘念 这个不忘念不是那个忘 虚妄的忘 是不忘记自己的念头 时时刻刻要把自己的念头 都要怎么样 要关照好 好 然后禅定 智慧 有没有 有没有提到我们第一项的戒 然后这边提到戒定慧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不戏论 什么叫戏论 开玩笑 好 善心杂话 好 这个戏论呢 它有分成 大概有分成三个层次 比较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 在那边善心杂话 讲的都是一些无意义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写一些文章 好 可是 这些文章呢 都是在卖弄 技巧 跟提升呢 这个精神完全怎么样 可能没有很大的关系 好 第三个层次就是 凡事呢 跟解脱烦恼 跟佛法无关的 这些都叫什么 这叫戏论 这叫戏论 那诸位呢 你们很常在讲话 有没有很多戏论 有 戏论一多呢 心就杂乱 所以要远离戏论 然后最后一点 要什么 自免 你们会不会常常自我鼓励 你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觉得 啊 修行好难喔 我为什么要来出家 为什么要来当一个法师 会不会有时候 遇到挫折跟困难 会不会 那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呢 就要怎么样 自我勉励自己打气 那除了自我勉励之后 我希望所有的法师 这条修行路呢 真的 不好走 一定要很多人呢 互相帮忙 互相扶持 所以 最后鼓励大家要 有一句话就叫 真善生 生住生 这样子我们的佛法呢 才可以怎么样 行圣 永续经营 所以今天呢 虽然今天有跟大家 谈到这些问题 不过我觉得 佛法不是 坐在台上的我的责任而已 是 每一个法师你们的责任 因为佛陀也曾经说过 一句话就是什么样 我度的众生 是跟我有因缘的众生 对不对 跟我无缘的众生 我还是没有办法度他 那跟我没有缘的众生 跟法师你们或许有怎么样 有缘 所以每一个人呢 你都要有正知见 你才有办法把佛法的这个力量 跟光明呢 散播到你周遭的人身上 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佛法不属于谁的 也不是属于会讲经说法的人 而是属于每一个法师 每一个众生的 只要呢你们有正确观念 可以足以去影响到你们身边周遭的居士 我相信不管任何一个法师 都有你们的很好的一个因缘 那你平常的时候呢 就要对呢 跟你在身边有因缘的这些法师 这些居士呢 多讲一些正法 多用你自己正确的一个修行观念 跟你的修行理念呢 去引导他们 那我相信呢 这样子一部分一部分的力量 汇集起来的话 就会聚集成很大的一股力量 那今天呢 很高兴呢 可以跟周遭法师呢 分享这部遗教经 我自己也受用无穷 那希望呢 大家回去之后呢 可以把它好的 看一看研究一下 那你就知道 修行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好不好 感恩大家好 谢谢大家